醫學研究重大的突破 過去呢在這男性精子的成像技術上 最大只能放大400倍 但現在澳洲醫療人員 成功研發把這精子放大到 7300倍的一個技術 另有缺陷的精子無所遁形 也有助於不孕症的夫妻找出問題 想要擁有一個健康的baby 或許不像電影說的那麼簡單 全球每七對夫妻就有一對不孕 像是25歲的沙利 經歷四次流產 檢查後才發現丈夫的精子出了問題 經過多年努力沙利終於如願懷孕 靠的就是澳洲最新醫學技術 將精子放大到7300倍 受不應困擾的男性當中 有30%的精子有高度的遺傳缺陷 過去精子在成像技術上 只能放大400倍 如今澳洲醫療人員成功研發 放大至7300倍的技術 就能夠輕易發現精子頭部有小孔 無法與卵子結合成胚胎等不健全的地方 儘管這項技術要比一般檢測再多付200美元 大約6000元台幣 但對於一心想做人成功的夫妻來說 可說是多增加了一線希望 正希文家顯報道